突文哲沒有公開行程 罕見特地安排聯訪 有話想說 二 四 六 八 八 七 放假意美光燈 突文哲拼連任請一大佬 日前拜會前立法院長王金平 據瞭解王金平構計 兩岸一家親發言不該還燈 前後反覆 否則如何讓人民信任 我告訴他說 第一 第一年我一定要建立我的信用 我的信用就是讓人家能夠信任 政壇龔道博 藍綠都是朋友 王金平的真言 政治人物受重誠信 但柯文哲似乎沒有聽進去 非常重要的核心價值 如果隨著時空 隨著個人的需求 或者隨著政治選舉的精算 再做調整的話 那難免讓所有的人 難免讓國人看破手腳 其實我還好啦 我相信應該中華民國最有誠信的吧 官場民調長期變化 柯文哲在去年底支持度46% 領先丁手中13個百分點 但為了兩岸家親說拍謝之後 首度被丁手中超越 差距6.2個百分點 那個我一直想不通 那個拍謝怎麼會 我到底是台語翻成國語有問題還是怎樣 我希望沒有 柯文哲老推給一句想不通 但或許是不願面對 說過的拍謝無法收回 態度反覆進退失去 接著張凱亮全入文 這有台北報導